大貨車行經蘇滑公路彎道 後車斗直接撞擊會車的黑色轎車 造成一死三傷悲劇 造勢駕駛卻直接開走 從另一個視角再看一次 大貨車準備煞車過彎 後方貨櫃就這樣 甩過雙黃線掃到黑色轎車 情節宛如電影場景 那個車子 它或是那個吃線吃過來的 完全沒辦法反應 電影裡連接車在高速行駛下急煞 貨櫃在反作用立下往側邊一甩 因為車速過快 加上貨斗相當重 扇行區域內的車輛 一旦遭到波及 都會造成相當大的碰撞 沒想到在現實生活中 貨櫃車開在蘇花 過彎剎車竟然後方車斗也甩尾 害死對象休旅車駕駛 連接車司機卻說自己沒造逃 我沒有造勢饒逸 我只聽到聲音而已 但是我看後視鏡沒有東西 駕駛的車門外面的力量 但是關鍵就在被它撞斷的 黑色休旅車車門 就卡在貨車底盤 怎麼會沒發現 它也有貨車 對 這個是車撞斷 這很明顯受到外力 才會勾起來的 警方檢查造勢貨車 明顯留下多處查撞痕跡 包括被撞斷的轎車車門 而且撞擊時 也有發生巨大聲響 怎麼會沒注意到 重新損失行車記錄器 大貨車造勢後思考沒停車 你沒有停下來看 停下來 你們開車聽到聲音 會馬上停下來看嗎 聲音那麼多 我們怎麼去判斷到底是什麼聲音 死者父親眼泛淚光 他表示當時坐在後座 貨車吃線甩尾過來 根本來不及躲 造勢駕駛堅稱 不知道撞到人 但目前警方仍朝業務過失致死罪 以及造勢逃逸整辦中 接著林醫生謝謝林宜蘭報導